回头我们再来说说乌宁昆这边 60年的10月26日 乌宁昆他们一行三四百个右派的教养分子 由武装公安部队押送着 搭乘着一副这个专利 抵达了天津和唐山之间 有一个小站叫茶店 下火车以后啊 大家又背上自己那个铺盖卷 手里呢拿着自己的包裹 列队步行了十八里地 一路啊都是那种坑坑洼洼的石子路 目标呢就是清河国营农场的三分场 也叫宁河农场 虽然啊大家又饿又累 但是呢充满了希望 都觉得呢哎呦离首都这么近啊 又是那么重要的一个劳改农场 起码啊可能会得到一些稍微更人道一些的待遇 火石呢也应该好一点 可是呢迎接他们的啊 一看天哪跟监狱一样的 堡垒式的一个怪物 这个围墙啊顶子上全是这个铁丝网 完了呢被一群捧着面孔的公安干警 把他们领进了这个院子 铁门两边啊也是持枪的士兵把守 枪口也是装的明晃晃的刺刀 而高处啊那个港楼士兵也都拿着手提的那种机关枪 进去以后啊大家就一排排的在这个大院的地上做好了 然后听三分厂的厂长给他们做报告 他的这个报告啊主要就是讲 这次一间的目的就是要加速这些人的思想改造 而且呢主要还是强调 你们啊要坚守这个监规 这个重要性 同时呢提出了严重的警告 任何人党敢企图逃跑 必定要受到严厉的刑事处分 虽然啊他说我们相信任何逃跑的企图也是绝不可能得逞的 在这里没有管教干部带领或者书面批准任何人不得外出 而警卫人员可以随时随地对任何想企图逃跑的人开枪 进门时候你们也看到了墙头上那个铁丝网 那是通了电的 你们要想拿你们的血肉之躯去跟那个通电的铁丝网去拼 那就是找死 就算啊你溜出去了 外边也有骑马的警卫 每天24小时沿着这个墙巡逻 一旦看见有逃跑的立刻开枪 你们这些人啊都是有萌话 所以呢相信你们不会干这种蠢事 但是呢我也得把丑话说在前头 乌宁坤他们这帮人肯定是没有逃跑的念头啊 但是啊对于像把他们囚禁在这么一个紧密森严的像监狱里的啊 确实感到不可思议 不是说一再的说我们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犯人吗 这位厂长不是也说我们是一帮不可能企图逃跑的有文化的人吗 那干嘛要这么关着呢 这不明明就关在一个大监狱里吗 这让他啊不禁的怀念起了离开的那个青凯湖的那个老改营了 那儿啊反正见不到像这种啊 合枪实弹的这种警卫人员 更别说啊刺刀闪闪亮的那个来福枪了 跟这个围墙啊环绕的铁丝网环绕的大牢相比 那那个平静开阔的湖啊 哎呀在这场上每逢大礼拜啊 你还可以在湖边自由自在的散散步啊 简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了 然而乌宁坤其实心里边也明白啊 像那个湖啊 它是没有警卫 哎你自由但是它也是一种假象 那儿啊确实没必要射警卫 你跑也跑不了啊 那周围的那沼泽你想出去 那那比那持枪的士兵还致命呢 所以他对自己说啊 既然你已经是事实上的犯人了 那你就不如充分的享受 无产阶级专政下一个犯人该受的一切的待遇 否则啊你很快就会忘掉了严酷的现实 你好像还觉得被优待 监管越严峻自己的心灵越应该更自由的翱翔 认清事实 每天早上啊大家就是排着队 完了经过那虎视眈眈的警卫和刺刀 离开这个分厂的大院 奔那个田地去老改进 职日的队长啊就跟那个管理监狱是一样的 就是先把这个人数啊报给警卫班长 班长呢在一个一个的啊点人数 完了以后呢放心 傍晚收工返监啊 班长呢再次要清点一下人数 政治学习啊其实还不如说 批判会啊批判会批个屁 其实就是要把你的晚上的时间也给占上 队长们啊一个个都是那种铁板的面孔 俨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花生 那跟在北大荒那啊在那个 湖的那个李队长那真是一点相似处都没有 李队长啊那再一看 你绝对在他身上找不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那个迹象 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啊 现在的吴宁坤过的和感受到的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囚徒的生活 一见之前啊 其实吴宁坤呢已经在人民日报的那个 字里行间啊猜出来了 现在的国家形势好像不达命 但是呢也不知道这情况啊坏到什么程度 到达三分场那天啊 大家其实都指望了能够吃一顿 起码啊给你新来的人嘛 给你吃的好一点 伙食什么的 结果没想到呢吃的就是萝卜片和山芋片煮的一个清汤 汤里啊连一个油腥子都没有 饭后啊你都不用去洗碗去 干干净净的 汤里呢这个有些人啊当时还因为吃了这山芋啊感到特别高兴 因为东北那边太冷了嘛是没法种山芋的 另外还有些人说啊大概啊这个火房啊没空这个做 没想到来这么多人啊做一顿好饭迟早会吃着好吃的的 所以可是呢到了晚上一看吃的还是一样 后边两天还是一样 而且啊最后啊连一天三餐都给改成一天两餐了 到了第四天啊这清汤里连山芋都没了 只不过呢就把那萝卜叶子给夹进去了 每个人呢这时候啊所有的人感觉就是肚子饿永远在饿 但是呢还得照样每天下地去劳动去 有一天啊他们是任务是收割大白菜 然后把大白菜装在一个卡车上运到北京去 把这个大白菜装完了以后啊这执日的队长就教他们把这吊在菜地里的菜帮子都给捡起来 当时吴宁坤呢还怯生生的问呢干嘛用啊 明天你们的伙食啊 于是大家就开始捡菜帮子 装到那个箩筐里完了送到火房去 队长啊还在那喊回来回来怎么回事 这干柴叶子怎么不捡起来啊 吴宁坤再次觉得莫名其妙 于是又问干嘛用啊 明天你们你们明年春天的伙食啊 春天吃的呀 我看吴宁坤当时那心呢装一下就沉下去了 但是呢俩手还得按照队长的吩咐去做 食物啊应该说都不能说是食 严重缺少 这已经成了大家的心病了 难友们呢只能无休无止的就开始聊 聊自己曾经吃过的好东西 把各色美味佳肴啊 吹得天花乱坠的 就是精神疗法啊 让你分泌拖延想想那好吃的度过那个饿的感觉 甚至啊还有的人啊煞有介事的交换食谱 互相在这倾诉啊 完了夜以继日的啊怎么讲这个饥饿是怎么煎熬着自己的肠胃的 另外呢就是已经到最后饿的啊就是老皮厚脸的了 都在那沉浸在精神会餐的饕餐当中 与此同时啊火食却越来越坏了 到后来啊真正的粮食已经完全看不见了 吃的呢就是一种叫带食品 这带食品是什么呀 比如说主食啊应该是 比如说起码是粥啊窝头吧 连这个都没了 都是用那个原料啊就是拿那个干白菜叶子 用那个玉米杆的那个根磨的一种粉 掺和给你做的那个一个算什么 窝头样是窝头样了啊 据说这里边呢含有10%的淀粉 其实也没人知道啊 这个带食品里边到底有多少盐分 呃养分 但是呢马上就是很多人就已经开始就是出现消化大 的问题了 有一个年轻的俄语老师啊 因为长期便秘啊就 长公主差点命都没了 星期日的中午那一餐呢算是改善伙食 供应的呢就是一种那个把那个山药啊 那个杆蒸一下 每人呢可以分一斤 大家啊因为都是一个班嘛 二十个人同吃同住 所以啊这个班长啊就开动脑筋 请了一个过去造过那个精密仪器的一个专家 就地取材 做了一杆提称 然后呢把这个宝贵的食物啊 其实就一斤 不是每人一斤啊 均匀的给分分完了分给每一个人 他在分的时候啊 几十只眼睛啊就那么盯着他和他手里的那个秤杆 任何人啊就是没分完呢所有人都不许开吃 可是啊这个山芋肝啊里边有好些已经变质了 那谁分到了这个变质的那部分啊 那就呢你倒霉了 有一天呢乌宁昆啊正好就分到一份里边啊 有好几片真的是没法入口 他一狠心啊就把它扔在门口啊 不是大家那个夜里边当小便池的那个水沟里了 结果啊一个难友 以前是个共产党员了 立刻就跳起来了 跳到那沟里啊把那个东西给捡起来 完了以后啊就一片一片的往自己嘴里塞 正好呢他们那个队长 过来了走到跟前上 扔掉你太不要脸了 你还当过党员呢 结果啊这哥们说什么呀 我饿了饿 继续吃直到把酥那几片给吃完了 到了晚间政治学习啊 乌宁昆就跟他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乌宁昆的罪名呢就是浪费社会主义的粮食 而那位呢这个罪名呢就是丑化社会主义制度 而他只是应了一句我饿 饿 其他一些啊那个饥饿难忍的难友呢就开始搜新的食品的资源 有一个人呢正好逮了一个田鼠 趁队长不在啊就捡了两块砖 完了一些那个甘树枝子 点起火把这个老鼠给烧熟了 狼腾虎咽的就吃下多了 还有一个人啊也是幸运的逮到了一条蛇 跑到那个火房去啊 偷偷的跟那个火夫俩人穿的好了 做了一碗的蛇羹 俩人私分饱餐了一顿 乌宁昆是一个既无想象力又无那个本事 去开发这种食品资源的人 所以啊全中队啊 它是第一个就是属于严重浮主的病号 人呢肯定是非常消瘦了 下肢是他们看得出来是确实肿的啊 已经是软弱无力的 就是去下地的时候都要在路上摔跤 不停的摔跤 他也不知道自己脸啊到底肿成什么样了 因为没劲子 可是呢从周围啊自己的这些难友们 那个面容上 他肯定能想象出来 自己早已经面目全非了 不久以后啊 他就上了那个严重浮肿病号名单了 于是呢可以享受一份 革命人道主义的食物补助 也就是晚饭后 他可以去火房 领一个啊用旧报纸 呼着的一个口袋 装的呢里边装的是一个麦康 然后呢再给你一碗啊 那个猪骨汤 这是拿那个农场啊那养猪场 饿死的那个小猪骨头做的 因为猪也没得吃了 立刻啊这难友们 那羡慕他呀 有油心了呀 可惜啊 连这个好运都时间不长 因为什么 连小猪小病猪和那麦康 供应都断绝了 而更多越来越多的难友啊 这浮肿也越来越严重了 可是呢他们连乌林昆 享受的那种短暂的好运 都享受不到 好我们下期接着讲下期见